今集繼續帶大家 礦地下商場 飲飽食醉吧 這幾年廢水店開到成熊成屎都是 只見到飯 但飯也要喝的 百多年的糧茶老品牌王老吉 他都不甘寂寞 即時弄回一間糧茶混奶茶店 人家又放珍珠 他又直接放藥材 你夢有個氣勢也知道他想搞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 煙炮糧茶 還有一百二百年的味道 好 老闆 來杯一百二百年的王老吉 讓我嚇一下火 首先這個紅樽包裝很精神 很有裝備的飯 馬上把原本十元雞就喝到的糧茶 升級到二十元才喝到 是有商業頭腦的 喝下去是跟不同外面買的罐裝王老吉 沒有那麼甜 又不苦 但又香很多 是藥材的香 唉...我也不知道 不過是挺好喝的 喝完就不怕你 口腔裡面帶一點點甘甘的味道 所以呢 還是不值這個價 但他說這個一百二百年 古法功效茶 嗯...還是不值得 到另一杯了 他們稱為草本奶茶 聽過名字都知道他屈肌了 奶茶已經不再是廢水了 它有草本的 是養生的廢水 這杯呢 就叫荷葉嘟嘟奶茶 他喝下去呢 奶茶味真的不重 真的跟其他奶茶店的奶茶非常有分別 最重要就是他裡面的材料 分別就是這堆咖啡色的冬瓜糕 還有這堆黃色的秋梨糕 混搭了這兩個糕的奶茶 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叫荷葉嘟嘟奶茶 荷葉呢 嘟嘟呢 唉... 內人沉味到一個點 不過這兩個糕都不錯的 落口的冰冰涼涼 本身茶味又不濃又不甜 不像奶茶 加上他的高的甜味就剛剛好 這間一百二百年的黃古家 口感是挺新鮮的 想喝一下不同感覺的廢水的朋友 就可以嘗嘗 唉...算了 不好意思 人家是草本的東西 是...草本廢水 就這樣 爆到我啊